塔利班终于向外界公布了新阿富汗政府的部分内阁成员名单 但目前所有成员都是代理职务 其中 阿富汗塔利班创办人欧马生前的亲信艾昆德 被任命为代理总理 欧马的儿子雅固布被任命为代理国防部长 代理内政部长为哈卡尼 哈卡尼是恐怖组织 哈卡尼网络创始人之词 目前已在美国政府制裁名单上 并且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宣赏500万美元通缉的要饭 而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艾昆萨达 则将以艾米尔的身份担任新阿富汗的国家元首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